我是阿龍開箱 就來開箱分享鬼滅之刃景品SEGA出版的 祝核會議 瑕柱石頭烏伊朗 我們來看一下盒子的外觀 跟之前開箱過的這個祝核會議 蹲姿是一樣的 背面是一些注意事項 那這個盒位其實很用心 可以看到他背面就是這個人物的背面寫正 這個側面就是像這樣 正面的盒會也非常非常帥氣 還有這個背景 整體採用這種有點綠色 綠色的這個瑕柱經典色 那不囉嗦看內容 好看到本體 這個高度是來到10公分左右 那因為這個人物比例還是要參照其他的角色 所以這個瑕柱在這個方面的呈現是比較小一點的 我們首先看到細節 在這個人物的還原度上是相當不錯的 不過這個他的左眼感覺比較靠過來一點 應該再往右邊一點 可以看到他這個五官 還有瞳孔的呈現相當的不錯 非常帥氣又可愛的這個瑕柱 髮型這邊有顧慮到髮型 右邊的左右兩側突出來的這個造型 背面的頭髮分色 背面的頭髮分色 當然這個頭髮是比較塑膠感一點 可以看到這種反光感 再來看到這個日輪刀刀2的設計也非常的精緻喔 這個瑕柱特有的造型 還有看到這個腰帶及金色的鬼殺隊服 延伸到背面的刀鞘 還有背面的滅字其實是有呈現出來的 下半身及這個小腿 小腿有做到這個下半段可以看到 這個竹帶之間 有一小段這個膚色 是有呈現出來 相當的不錯 先來看看 在這個下半身的造型 其實是祝賀會議首度登場 那這個經典造型是必修 那接下來也非常期待這個刀匠村 那現在開箱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可以按個喜歡訂閱我的朋友 頻道